5月12日 酒味露面的陈慧霖 以一席深紫色可爱礼服亮相上海 参加某服装店的开业剪彩活动 这是她流产后 首次来到内地出席史上活动 当天陈慧霖心情大好的 与我们分享了自己平时喜欢吃甜食的乐趣 自从3月失去人工受孕的 5个月的双胞胎女儿后 承受小产吃痛的她 一直留下休养和全心照顾儿子留生 经过两个月休息后 陈慧霖终于走出阴白 当问及是否已有再生宝宝的计划 陈慧霖也是很大方的表示 目前最重要的还是调理好身体 之后再做打算 还没有准备 我现在因为身体还需要时间去调理 所以还是先调理好身体再说 因为现在还是不适合站太久 两个小时已经是蛮辛苦的 就是需要坐下来 所以现在的工作都是比较简单一点 当天活动现场 陈慧霖也是一小之前滴落的心情 全程笑脸相迎心情大好 如今能尽快投入工作状态的陈慧霖 只是希望身边的人少听自己丧女之痛 采访最后 陈慧霖也是向记者们透露了他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近期的他准备拍一些广告 而新专辑也已经开始在筹备中 工作计划就是有一些广告要拍 还有就是会参加一个球 一个足球的嘉宾 还有什么呢 录音对 专辑的录音 开始吗 新专辑的 现在已经在收割了 希望可以明年初可以退出